在斗罗大陆嘉陵关大战最后决战时,基本上所有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都参战了,而这些封号斗罗旗中有几个更是被史诗级加强了,尤其是唐号,他被唐三还原断B断腿后,实力飙升到97级,那么唐号的这个等级为什么设定97级?多一级或少一级不行吗?下面让小兰为大家分析一下。 01,为啥是97级?在斗罗大陆中能修炼到封号斗罗就很不容易,特别是到达95级时,变成了一般封号斗罗与超级封号斗罗的分水岭。之后每升一级都会发生质变,五魂殿供奉就属于这一类。对于唐号的战力,毕竟是三哥的老爸可不能死掉,如果设定为95级以下,恐怕被五魂殿供奉秒杀。 02,唐号为何限制97级,而不是98级?原因很明显,高于95级为了体现浩天斗罗的强劲实力,而当时剑斗罗97级,所以唐号最次不能低于身死的剑斗罗,而同时五魂殿金恶斗罗是98级魂力。 如果唐号魂力比金恶高或与金恶相同,打败金恶就轻而易举,那就不用打了,直接叫五魂殿投降算了,毕竟金恶斗罗在五魂殿里可是二把手,可不能这么容易挂掉。 03,综合看来,唐号必须有一个超越主角团大部分人的战力等级,但是又要低于反派最高战力,这样才合理,所以唐号才设定为了97级的战力。 那么,如果我们假设唐号的等级可以再提升一下,到了98级,仅仅比千道流低一级,这样加灵官会发生什么呢? 当然首先还是金恶被捶死,而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五魂殿整体也会随之崩盘。 五魂殿千道流之下除去两位神,金恶是最强的,而以主角团的越级能力,唐号至少可以越两级不是问题,如果他和金恶都是98级的状态,那么金恶肯定会被秒。 至于其他供奉更是没有一个能打的了,千道流死之前如果不出山,那五魂殿神以下无人能打过唐号,如果出山,千任雪的神位就没了,所以怎么看都是五魂殿输。 04,人类对神进行辅助没用,但是对人类却有非常大的好处。 这里小兰要说的便是史莱克七怪中,顶级辅助细魂师宁荣荣,唐号如果得到荣荣的辅助,97级的唐号战力就会翻倍,甚至堪比99级极限斗罗。 小兰觉得别说五魂殿六大供奉,就算千道流来也只有死的下场。 当时在打金恶时,唐号便直接叫板千道流来一战都不怕。 05,神仙打架唐三无敌,神以下则唐号无敌,其实这种说法很有道理,曾经人类最强的极限斗罗是唐晨,但是唐晨走后,唐号在三哥的帮助下输入海神的力量,并且打通奇经八脉,那么人间第一非唐号莫属了,就算是绝世斗罗来也不行。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?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!